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起冲 关于这个金宝国会员张哲敏要告拉曼讲师的风波 今天又在烧到我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真的是 我只有一句话了 我是打酱油路过的 不要烧我 我昨天我有做了一个视频 是大概讲这一个课题 我并没有很深入讲这个课题 我只是讲一些我个人对这些政治人物诽谤案的看法 然后我在我的视频里面我也很清楚的说 我不是很了解这个张哲敏跟这个拉曼讲师之间的恩怨 然后呢 我今天我就去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看一下他们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 OK 这些事情都全部公开的 因为呢 这个施主呢 也就是这个被告者呢 拉曼讲师 他的名字叫做正文德 他七早八早已经把所有的律师信 所有的内容全部已经放上网了 全部人在网上都可以看到了 OK So 我就看那个律师信 然后我就去看一下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 OK 我今天呢 我就接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大家还原一下 这个张哲敏跟这个正文德之间的这个恩怨来龙去脉 OK 好 So 首先 第一个就是呢 在2023年6月4号的时候呢 这个正文德呢 在Facebook上写了一个帖子 OK 我照念吧 OK 没有加油夹将 OK YB很LCLY也不是最近的事 要讲真的讲不完的 但有件虽然不是发生在最近的事 我还真的不吐不快 听到这事件时 我的火马上来 嘻嘻嘻嘻 难道我真的想丢这位LCLYB臭鸡蛋 经常去金宝巴莎的人 应该对在巴莎摆卖自家种蔬菜的老婆婆很熟悉吧 大家如果还记得 他们曾经有一段时期 没有在他们原来的地方摆卖 而被县议会指示 只能在平时没人路过的角落摆卖 为何会这样 当然就是因为那个LCLY的YB去投诉咯 说他们阻挡顾客的行走 要求县议会安排他们到别处摆卖 我倒是认为他当时是为了在那策略地点搞活动 才坐此下车 OK 我保持中立 OK 我不评论 也因为这样 这些老婆婆就这样被赶去没人的角落做生意 眼见摆了好多天 根本做不到生意 为了土口饭吃 他们又偷偷跑回去摆 哪知某天被执法人员发现后 竟然意图充公老婆婆 如果你们记得那位被狠坨的老婆婆的菜 执法人员的粗暴行为因来公众的不满 一位妇女为老婆婆据理力争 同时抢回老婆婆的菜 并指责为何如此粗暴对待 几乎和他婆婆年龄的老人家 老人家只为土口饭吃 有必要这样对待人家吗 再说他们在那里摆卖那么久了 大家向来相安无事 为何突然冒出阻碍行人之说 当然就如我上面所说 LCLYYB的投诉才导致发生这起事故 觉得我编故事的 你们不妨去金宝巴萨问问 是不是曾经发生我说的这起事故 金宝真的不需要这样没有良知的LCLYYB 我相信任何有一点良知的人 也绝不可能允许这样LCLYYB 如此胡作非为的 除非你的良知被狗吃 OK 这个是2023年6月4号的贴文 OK 我看完整个贴文 我只想起我昨天视频讲的那句 就是 你看诽谤的内容 你要看诽谤内容可以分两种 一种纯粹是称呼 不好听的称呼 还有一种就是 人家讲你做了一件商店 害理 那个杀人放火的事情 前者我觉得是鸡毛蒜皮 后者就是严重的 OK 好 不要紧我保释中立 OK 我照他的内容原子原委的念出来不好 OK 第二天 6月5号 他又再放了一个帖 这个帖 这个帖 比较短一点 他就说 其实你也可以挑战我加入火箭和LCLYB在党选打场友谊赛的 他主要是要回复其他的人 就是说之前有一个叫Wincent Lim的人 他就回复他说 郑文德下届你去代表马华参选金保议员 我投你一票 你做议员为金保人民做多点贡献 如果你马华可以下届当选 我 试 话 如果有机会 没有他应该是打错字了 OK 所以这个 郑文德很明显的就是在回复这个人 就是说你可以挑战我加入火箭 在党选跟这个LCLYB打过了 OK 然后 他回复这个Wincent Lim说 是LCLYB和你说我是马华狗对吗 他讲你就信 不如这样 你或LCLYB找到我是哪个马华支部的党员 我捐你火箭 美洛公一千 找不到你选一天去巴萨买完那几位婆婆卖的菜 同意吗 这个帖没有什么内容 但是我觉得 这个帖纯粹是放大 他讲的这个LCLYB是谁 OK OK 再来 来到了这个 7月18号2023年的帖 OK 我照念 如果有留意我的FB 大家应该晓得我曾经给大家看过这所学校 差不多成为微楼的厕所 然后我说LCLYB完全没理会 既然LCLYB不理 我鸡婆联系冰城某YB助理 请他帮忙和教育部反应此问题 希望可以解决厕所问题 教育部反应蛮快的 不多久就安排官员视察 如今拨款已经下来了 然后哦 听说LCLYB突然要见校长哦 坚持他们来见 而且特别声明要校长写在 Paperwork说要80千拨款 我上周其实已经知道拨款屁了 但我没打算写的 但既然你们两个显然要真功 那我先写出来 联系教育部帮这所学校 争取拨款的是 槟城火箭的年轻领袖 不是金宝LCLYB 别抢功劳 不过你如果打算像金宝巴萨事件那样 被人家投诉和揭发 不帮学校解决问题 而另外拨bus签给这所学校 我还是很欢迎的 同样咯 就是如果是说内容的话 你们认为这个是不雅称呼呢 还是说人家杀人放火之类的 你们觉得是哪一类 最后个了 这个更早了 这个是2023年2月22号 就是郑文德放了一个图出来 然后 他在他的照片那边就写了一句 相信很多人不明白 a loss is a loss is a loss 那我讲人话 干爸的牛千道巴林们还是牛 ok 这个东西 ok 这个反而是比较属于称呼型的 就我讲的那两个内容 ok 如果是称呼型的话是鸡毛蒜皮的 如果是讲人家杀人放火的就是 严重内容型的 这个这个反而是称呼型的 不要积毛蒜皮的 ok ok 然后刚才那两个一个巴萨的一个学校的 嗯 不懂了不懂了 你们自己看了 ok ok 啊 so 就针对这几个事件啊 啊 然后 这个张哲敏就出了这个律师信给这个郑文德 然后 看来应该是要打官司了 啊 然后 ok了 我总结一句啦 啊 诶 其实在一起事件啊 诶 马华呢 其实 有一个策略做到很错啦 超级错啦 当然总会长的事情我不想讲了啦 ok 呃 我觉得马华在策略上做到很错的就是呢 是严重的死地无印300两 嗯 ok 你想一下啦 就算啊 这个郑文德啊 在这边喊到这样大神啊 啊 这样你去找我是哪一个马华支部的党员 找到我给你Metal Gong一千块啦 ok啦 so 我倒想知道一下啦 如果呢 国内呢任何一个阿果阿猫啊 被人家告诽谤的话呢 你马华 总会长 署理总会长 全党上下都会倾巢而出 啊 来为他背署嘛 会有这样的情况发展吗 不会嘛 是不是 啊 so 我都说了这个郑文德你说他跟马华没有关系 我相信没有多人会相信啦 哈哈哈 ok 所以我就说马华在这一个事件上的策略非常的错 我都不知道马华的军师是谁啦 有够蠢啊 啊 你们做到这样出脸 这样此地无印300两 啊 大家都知道 这个郑文德跟你们的关系哦咯 ok 啊 郑文德讲再丽大神 他跟马华没有关系 啊 但是我也不知道要讲解释 为什么 马华上次总会长啊 啊 俗里总会长啊 下次所有的领袖啊 甚至今天啊 全网的马华的网军倾巢而出啊 帮着郑文德讲话 啊 所以 很难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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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一句就是很难看啊 啊 哈哈哈 ok 所以我觉得策略上是错误啊 马华应该从头到尾都保持静静 哈 ok 然后你甚至可以假装派几个记者去问一下领袖们什么话 然后 啊 这个 马华的领袖可以不文不火的说一句 哦 我个人对这个张哲敏这个举动非常的失望 这样就解决了嘛 为什么要做到这样出脸 非常好笑了 ok 好 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还原整个来龙去脉了哈 大家用自己的智慧去评断整件事情啊 我们大家都是吃瓜群众罢了 ok 好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水子 谢谢大家拜拜